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世界之大无情不有,或许在大家的认知当中,螃蟹都是生长在水里的 但是世界上却有着这样一种特别奇特的螃蟹 它生活在陆地上,是陆地上最大的螃蟹 它的剧钱可以直接把椰子掰开,肉质也十分鲜嫩 好吃到快被人类吃的,灭绝了 它就是椰子蟹 椰子蟹是寄居蟹的一种,大多数都聚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周边的一些小岛上 像印尼,澳大利亚,菲律宾这些国家都有分布 而我们中国的南海以及台湾省,也有少量的椰子蟹生存 椰子蟹体型庞大,是陆地上现有最大的一种螃蟹 大的椰子蟹可以长到一米长,体重克达6000克 椰子蟹曾经也是海洋生物的一种 后来经过进化,椰子蟹逐渐产生了非常特殊的呼吸结构 由于当时海洋内部的捕食竞争非常大 椰子蟹不得不去陆地上寻找食物 在陆地上待得久了 栽枪内壁的血管也在不断优化 最终逐渐适应了陆地上生活 椰子蟹虽然看上去很好老实 但实际上是非常凶猛的 有的时候就连森林中的鸟类也难逃它的魔前 不过,椰子蟹是杂食性动物 它最爱吃的食物是椰子 它拥有非常强的爬树本领 经常会自己爬到椰子树上去采蘸椰子 然后再用它的锯钱把椰子掰开 它的锯钱几乎可以同狮子和老虎的牙齿相媲美 不过,再凶猛的椰子蟹也是有天敌的 它的天敌就是人类 中国人是出了名的吃货 曾经把泛滥成在的小龙虾吃得供不应求 而椰子蟹拥有高蛋白 被称为天然野味 吃起来还有一种淡淡的椰香味 腹部脂肪多,营养又非常丰富 大家自然不会放过它了 遗憾的是,如今的椰子蟹已经快冰临灭绝了 大家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是什么呢 欢迎一起交流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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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评论